大家好,我是歐爺 大大名字的時候 請各位兩隻手,借給我兩隻手 來來來,等一下自己的肩膀 然後往上彈出個身,要動作大喊歐爺 把剛剛聽到的段子不好笑的地方全部把它拋掉 來三、二、一 歐爺 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掌聲 哇,今天好冷 謝謝各位來 說真的,這種天氣 我真的覺得我自己是當企業講師的人 我要激勵我的學員,我都說 其實你們根本不需要我來激勵各位 也根本不需要學習如何抗壓 今天你光是能夠下床,離開棉被 能夠到這個地方,你已經是成功人士了 給各位這麼不要命的態度掌聲鼓勵一下,好嗎?掌聲 從剛剛評伯所說的,我覺得 一瞬間我這兩天就覺得 你們比我們更熱愛脫口秀 而且真的,我問一下好了 這個,你曾經有聽過我們三個任何人 一個人的這個演出的 還有,或者是上一次去年這個 無法去九五十一月份演出的時候 有來過的請舉手 有來過的 這些人,我真搞不懂你們呢 一樣的東西,你可能還會再看一次,你知道嗎 不過,九五很棒 九五,她是個很認真的人 她上一次自覺自己講不好 她說歐爺,對不起你們 我看起來也沒講好,你們後面很難接 我說不會,不會 我們也沒有對你有什麼期待 但是不行,因為她自立已經十年了 九五,所以她說不行 歐爺,我要單純跟你們合作,我要講新段子 對啊,為了這個跟她效法 哇,這個年輕人這真不錯 雖然她不滿事實 可是,我覺得我要這個加油 那我就,我也想新段子 然後呢,我就跟艾董講 加油,我們一起講新段子 艾董說,沒有,我不敢 他要堅持到底,永不放棄,你知道嗎 他說因為要想新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那聽完了剛剛這個Q摸的段子了以後 我也在後台覺得 有的時候朋友還是老得好啊 他已經盡力了,盡力了 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各位發現我今天聲音是沙啞的 我問一下後面聽得清楚嗎 聽不清楚的,問旁邊好不好 我們上課都是這樣 假設盡力了,你問旁邊 老實,是你不會教,你沒有用心 真的啊,一個教育訓練為什麼常會被人說沒有用 沒有用,因為你課後不去使用 來,請給我唸一遍 課沒用,因為我沒用 然後每個人說我沒用,我沒用 再啥子一點,課沒用,我沒用 然後每個人說我沒有用 我沒有用 你只要把責任丟換給他就可以了 今天講師我們就維持一個氣場 這個氣場的概念 不過用工作是要負責激勵大家 然後講課呢 希望大家在笑聲當中做學習 自己的喜歡多我修 也是一樣 喜歡剛剛開心快樂 就因為這樣 我喉嚨也容易講得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自己聽到好笑的有趣的事情 我都笑得很大聲 今天我為了自我的喉嚨 然後我上午第一堂課講完 喉嚨就鎖住了 然後上午是這個禮拜 我講課的第十一場 然後下午第十二場的就很緊張 然後我就趕快去打針 然後醫生呢 就哭哭哭心的說 你這個喉嚨走得很厲害了 我說我是殭屍 我很想我要講課 我來要多修表演 多修人 他多修 他說什麼修都不重要了 你現在已經講不出話來了 舅舅我教教啊 真的 今天中午十一代就這樣 你知道嗎 我一直想著 這樣我怎麼教課 後來你那時候川普跟我講 老師其實你不一定要去打針 你這樣更能夠說服大家 大家會覺得 這可能是你的身上最後一場演講 他會很認真地聽你知道嗎 一定要這樣子嘛 然後醫生最後噴個藥 然後之後待會可能會幫你打針 我說好 反正現在什麼方法都好 真的啦 勸你啦 如果今天還有工作要做的話 就是少說話 多喝水 他有聽懂我是講師嗎 那不然好了 我們待會就放影片好不好 因為醫生做得要停 要停 而且今天中午 我後來去打針的時候 因為我去萬華一家診所 因為那時候離我講課最低的地方 這附近都沒有 就趕快搜尋 然後就趕快坐進程車去 那一去後 萬華都是一些資深的 一些媽媽 然後他們就這樣看著都是那種 嗯 我們這種年級 在他們的年間都是小孩子的那種感覺 他說打針啊 打針啊 我說喔好 那時候要脫衣服 一脫它裡面是衛生衣 你知道嗎 很熟 貼得很緊的 他說齁齁齁齁 看你這麼胖 這麼胖也怕冷喔 這種心中已經有答案的問題 就不要再問別人好了 當下齁就火到 怎麼樣 胖子不能怕人嗎 我 我脂胖多 我不怕 他說喔 胖子果然不怕人齁 各位 這段消化的出處 是來自於卡米蒂的一個演員 叫做大可愛 ok 因為我曾經一直以為 音樂標名出處 到時候 takich abst員 我們今天特別表面處處好嗎 哇 今天聽到類似一樣的話 我真的覺得阿桑很高興去吃一家豆腐 然後我這邊拖半天就拖不下來你知道嗎 他說 打屁股 打屁股 接著講師在那邊打屁股 他說 來 還是我幫你拖 好熟悉的 萬華的對話 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滿尷尬你知道嗎 在旁邊這樣 裡面還有一個衛生褲 衛生褲 然後他會打屁股 好 可以 通過以後就是打屁股 然後一打就去 你知道嗎 可能天氣冷 不知道是不是血管是找不到到底怎麼樣 他真的在打屁股 是這樣找血管的嗎 太老派了吧 專門真打 真打 什麼習慣啊 不要動 放鬆 很難放鬆 冷冰冰的手要扒上來 這樣打屁股 這樣找血管的 打盤 喊 喊 喊 被羞辱的感覺 而且他又說 一直動我進不去 好奇怪的對話 他說 位置相反了吧 總之真的很不爽你知道嗎 所以昨天其實我從高雄講完兩場的課之後 趕回台北 然後有時候真是心想 我真的一定要到嗎 他們兩位表演都比我好 我一定要到嗎 可是今天不一樣 各位 多重羞辱了 我一定要到 這真最好是有用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聲音這樣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好 那我可能還會再去一下那家 那自己的診所 這個羞辱是有用的 有用的 不過我更開心一件事情是 我可以跟Q夢和愛董一起合作 愛董 各位認識他嗎 沒關係 你們今天會重新認識他 他這個什麼樣子你知道嗎 這家我真是的 在後台 我們在作為新段子的人 你知道嗎 舊段子的人就是游刃有餘 你不知道怎麼樣 可以啦可以啦 你Q夢欸 我自己也講字 哈哈就討厭 討厭你知道嗎 講舊段子就了不起了 那我們就在那邊想自己的時候 他就在旁邊跟Q夢一直在講話 這樣我想說打字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他就說知道嗎 Q夢來來 你知道怎麼樣解釋一個國家的首都 最有趣嗎 Q夢那個時候在嘴邊斷著 Q夢是怎麼 還是會客氣的回應愛董的人 怎麼解釋呢 然後愛董就說 我一講 你要怎麼介紹哥本哈根 你要怎麼介紹就是 哥哥本來很哈哈哈哈在玩那一根 哈哈哈哈 後來我滿腦子都是這個東西 Case我了 他說我待會要一直講這個 我現在就把他講掉 然後待會我不知道講什麼 氣死人了 什麼無聊的笑話 年紀大的這種諧音笑話 令人活大你知道嗎 後來我發覺 我自己現在也是14歲了 兩個女兒的爸爸了 我發覺到我真的越來越 因為中年男子開始有那種 開始的事情都覺得很無趣的感覺 這以前很糟糕耶 為什麼 做喜劇演員的應該要看什麼 都覺得很有趣 再無趣要找到有趣的地方 做這些講師要激勵大家 要讓他不要放棄 可是現在你知道嗎 每次上課 這麼冷他一過來 表情太像我的告別式的感覺一樣 我要在激勵他們 商禮有人在激勵大家的嗎 對不對 然後他們終於笑了以後 警察現在我自己都快要往生了 所以我就在發覺到 待一個累的時候 特別容易覺得一切都很無聊 脾氣也變得比較暴躁 尤其我們又 平常就是學員叫我們 我們要熱情會議 怎麼樣 如果你不這麼做 然後發覺這人 表裡不如一 說的跟做的不一樣 沒辦法你知道嗎 所以有的時候 搭捷運的時候 我真不希望被認出來 但是學員都會 有的時候 把他們排隊 這個時候 你自己千萬就不要左顧右盼 因為左顧右盼 都是希望被人家認出來的透過生理員 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就有些學員 那我就在旁邊糟糕 這很尷尬 因為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認出來 而且他認的那個人是不是我 我都不知道 但是人家在旁邊說 我都沒事 撐過去 不要認 不要認 然後他們就會過來 嘿 撐死了 歐耶老師 完了 真的是我 不是董志成 完了完了 是董志成就算了 嘿嘿嘿 我最怕大家問我一個問題了 拜託以後不要這樣 老師 你還記得我是誰嗎 你還記得我是誰嗎 我怎麼會知道 我教學二十幾的 我怎麼會知道呢 可是我不能這樣講 我只能說 你 喔唷 你是我學生 你是我學生 你還記得 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都叫我老師了 所以應該是我學生吧 哈哈哈哈 超乾 超乾 我也只能這樣回應 怎麼辦了 接下來就會一連串 你可能很熟悉的問題了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怎麼會遇到你 怎麼那麼巧 你要去哪裡 這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情緒好的時候就會這樣回答 可是情緒不好的時候 我總不能這樣說吧 就是答實話 就很無趣啊 什麼意思呢 你怎麼在這裡呢 打捷運嘛 不是捷運這樣 不是廢話嗎 可是我不能這樣講 對不對 那怎麼會這麼巧 所以叫做巧遇嘛 OK 你要去哪裡 我總不能說 如果你要去那裡 我就要去這裡 不能這麼說啊 所以我們只能夠堆提我們的小龍 教給我怎麼回答 怎麼感到狀況 你怎麼在這裡 不要回答 直接反問他 你怎麼會在這裡 他就啊 OK 完全過關 無意義的問題 就反問回去就好了 知道解嗎 下一句反正就是會來嘛 下一句話 怎麼那麼巧 是不是是不是 對不對 用問題再包裝下一個問題 只要不斷是不是對不對就好了 然後他自己也會說 真的很巧欸 是不是真的 真的 就好了 莫名其妙有一個結論就可以了 好就這樣可以了 然後根本沒有回答對方問題 這樣感覺好像很和氣的感覺 最後還是迷不掉 你要去哪裡 忍不住 我就會說 那裡 所以媽媽就聽到 我也是 完了 完了 不應該先講要去哪裡的 應該問你要去哪裡呢 然後他說我要去這裡 啊 那裡是 可能往南港嗎 啊 我答錯了 啊 在那邊 還好遇到你 是不是是不是 真的了 就離開 等他搭上車再默默回來 不要再忍得我了 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但是 心情好的時候才有辦法 我這樣回答 心情不好的時候呢 我真的 覺得現在好 疫情關係 我們戴口罩 真的辦法比較好欸 戴口罩比較不會有人認識你 然後呢 戴口罩還有一個好處 你有一種感覺 戴了口罩 因為可能不會有人認識你 你就變得什麼話都敢講 我最近真的就變這樣 我覺得 我戴了口罩以後 我就無敵了 你知道嗎 我沒有偶包 誰知道我是偶爺呢 對不對 所以就因為這樣 情緒變得很難控制 以前喔 只要那個 戴口罩的時候 你站第一個嗎 你站 就會有一種生物 很強大 這種阿喪 他就會完全不管 這邊有沒有人 然後這樣 就很知道人在你前面了 就覺得 怎麼走過來的呢 然後以前我們還會 轉眼浪一下 現在我很奇怪 我戴了口罩 我就貼過去 阿喪感覺到有一點壓力 你知道嗎 阿喪就 他太近了 我說 插隊喔 以前我不敢講 現在我就插隊喔 阿喪超強的 是有聽到的意思耶 但以前我一定覺得 哇 太強了 現在戴口罩 你知道嗎 前幾天我就遇到那樣的阿喪 我說插隊喔 他就說 我竟然 我不敢相信 我竟然講出這種話 以前我絕對不敢相信 我現在說 所以咧 所以咧 阿喪整個 嗚嗚嗚嗚嗚嗚 很兇齁 他說我感覺到 後面一排排隊的 一副那種 漂亮 漂亮 所以呢 突然覺得 口罩英雄出現了 我敢說話了 還有等車以後 車一來 是不是有一種人 很奇怪 裡面要擠出來 可是這些人擠什麼 就一直擠進去 對不對 然後到那邊打到褲箱 就這樣子 以前我一直都在一起 現在 也不敢說什麼 那一進去以後 就那種 喔 最近 我完全藏不出我內心滑 反正可能還是一樣 沒人會認識我的感覺 那門一打開啊 裡面要出來嘛 外面要 就這樣 我竟然講出一句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講的話 我就說 先出後進了 先出後進了 幾歲了 幾歲了 這是我爸跟我講的話 哇 可是講完後 我又發覺到裡面的 就這樣出來 你知道嗎 但一代他說出行聲 他有沒有理會過有一種人 門外觀之景 他會加速嘛 啾啾啾啾啾 那你會跟他加速 我是屬於那種 只要有人加速 我就跟著走的人 然後進去才知道 不是我要去的方向 常常是這樣 常常是這樣 我更討厭我那種 就就一直衝 你也肯定一直衝對不對 結果到最後 他終於快壓線 一進去 他就停下來了 還戴背包 然後我們後面就 水影水 這超想幹掉的 你知道嗎 你怎麼停了呢 你進去了後面還有人啊 我以前也是 不敢跳 我最近 既然看到 對方一停 我竟然說 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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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學說 然後後面 怎麼死 終於有人敢做這件事 你知道嗎 所以以後 你看到 節目上面有一個暴走的 一個中年人子 那就是我了 那就是我了 可是這種 常這樣不太好 回到家 就剛剛 老婆小孩在講話 就覺得 很想吐槽 可是沒辦法 回到家 一個好爸爸 知道一個好處 回來家就不用講什麼話了 你就看著他 用門教育訓練 常教別人怎麼傾聽 那就可以了 傾聽教大家 怎麼聽呢 不要把他的話真的聽進去 否則你會受影響 可以讓他做出 有在聽的感覺 可是老師 有時候別人講話 我會受到影響 我教你看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 人中 對方一直跟你報名 你知道嗎 就是要往回來 孩子怎麼樣等等之類 就看到人中 很少人會看人中火大 你知道嗎 人中本身沒有錯 也沒有什麼表情 所以你看他激動的表情 微微在抖動之後 你真的有點想笑 那個時候 這個可能會平靜你的心情 然後第二呢 你還可以看一個地方 你說 老師老師 有時候大家是戴口罩怎麼辦 他就看眉心啊 兩眉之間叫眉心 你一直聽到眉心 還一直幹到你 會有一種幻覺 他會以為你有在看他 這種叫看著眉心 心如止水 很少人會被眉心而火大的 所以你看看有些法師 這邊都會點一顆 提醒大家 你知道嗎 很好用 或者是回到家 或者有時候客戶 跟你報一些什麼事情 告訴大家 有時候 不要想這麼多 讓自己心氣下有方法 就是聽聽看他說的 有沒有事實 這樣就好了 怎麼說呢 如果你覺得他說的是事實 那你就承認 不是 你不要在意 那你就可以好好聽他講話了 如果有人說搞什麼東西啊 服務態度怎麼那麼慢 你是白癡嗎 你是白癡嗎 結果心想 我是白癡嗎 這是事實嗎 如果心想 我不是啊 那就不用在意了嘛 對不對喔 他說他的 哥老師 我覺得他說的對 我是白癡欸 那他就說對事實了嘛 對不對 那你就跟他互動說 哎呀 您真厲害 我真的是白癡啊 互動也不會火大 蠻好的啊 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狀態好的時候 啊 狀態不好 所以有時候回到家 我真的一句話那麼大想講 大家都覺得我們 做行政員 都會做講師 平常一直講話 回到家話一定要很多 沒有 是有時候 我慢慢可以感覺到 為什麼爸好 有的時候 照我同年印象 回到家都不理人 然後呢 都不怎麼說話 很無趣 我以前一直想說 我千萬不要當成這樣子的大人 就現在回到家 我慢慢懂我爸爸了 就是一種你知道嗎 很容易進入到這種 無我的境界 覺得旁邊的人 都比較吵自己 然後你問他在幹嘛 他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最明顯的意思 有時候我們回到家 孩子人家好累了 回到家看起來 有在看電視 其實都沒有 就是這樣 維持一種無我的狀態 很舒服的你知道嗎 那這個時候呢 旁邊有一種人 就是像我太太這種 女性高等生物 為什麼高等生物呢 就是比我們這種 低等的男性的禽獸 小的是比較多的 他無法理解 我們怎麼會跟狗一樣 有這種表情 所以高等生物 就來關心這種低等生物 通常最會問說 怎麼啦 心情不好是嗎 這個時候 你會看我們的反應都是 但是女性會繼續問 有齁 在想什麼 在想什麼 這樣之後我多難回答嗎 因為沒有 我們啥都沒有想我就這樣 我就 我在想什麼 我在想什麼 我到底該回答什麼 好難回應你知道嗎 到這裡開始做媒體了 有沒有 是不是心情不好 是不是心情不好 有要講嗎 是不是心情不好 我本來沒有心情不好的 我現在想不出來 所以心情很不好啊 我根本不知道回應一些什麼 你知道嗎 到這裡我就 沒有 就真的沒有了 他說久了以後老婆也會火大 不想講是不是 不要講不要講 都不要講 我還嫁給講師啊 白天一直講話 晚上又在講笑話 回到家都不講話 心情不好又不講啊 我招誰了 誰 我再了解我爸了 我爸為什麼 我們每次叫他他很煩 我們根本沒有幹嘛 這個表情 人還是求生存啊 外界的紛紛牢牢 我都不想管了 我真的只想放空 放空 各位如果不相信 周年男子常放空的話 我要問大家 來 各位觀眾 您平常騎摩托車 上下班的請舉手 有嗎 哇 這個天氣真是勇敢 來給他們鼓勵一下掌聲 明天你就做個實驗 不管你明天有毛上班 如果你騎摩托車 各位騎車的時候 等紅燈很無聊對不對 你就用後照鏡 看後面等紅綠燈 機車騎士的表情 它都很有趣喔 只要女性這種高等生物 就發覺到她在照鏡子 左顧右半想事情 腦袋都不休息 男性十個九個 如果沒看手機就是這樣 北七北七看著前方 人生當下就是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目標 就是這樣很舒服的 她希望那紅燈永遠不要停 你知道嗎 就很不要走完 說沒有啦老師 她在看紅燈啦 相信我沒有久在看紅燈的 這時候只要做個實驗就知道 吹一下油門再停下來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後面跟著一起啪啪啪啪啪 被騙的都是這些忠能男士 你知道嗎 盲目的跟著這個路上走 然後永遠沒有想過自己 為什麼要一直這樣努力下去 所以有時候真的 我沒有辦法可以理解我爸爸了 不過我真的覺得 小時候我也是一個 一隻都很有趣的人 會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可是最容易阻止我就是我爸 比如說我們那客家人 有時候三年都要拜拜 他就問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這個習俗 就拜拜的時候 你在講你是誰 講你是誰 然後我爸就開始 還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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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族很大 結果我在旁邊說 我就在旁邊會自己摸摸 一個清單燒給阿公就好了 阿公又四字 不要再忘了 我爸又還有誰 重講你知道嗎 有道理啊 怎麼這樣念那麼多 然後我就自己在那邊笑說 跟我那個堂弟在講說 那我要叫歐爺還是要整眼好了 對不對 那上天佛網路咧 收清道 整一行根本找不到我 很漂亮 就這樣 而且每次我在這邊這樣摸摸 這樣燒收得到嗎 收得到嗎 所以我爸說 所以才要講是誰燒的 知不知道 你們每次燒都要講是誰燒的 超煩的 所以每次我們在燒的時候 我們現在說 啊 誰燒給你 誰燒給你 還想住哪裡 為什麼 收見人是那邊耶 為什麼是要講我們 才知道我們家住哪邊 才會保佑我們 勞過阿公吧 阿公你走很久了 還要保佑我們 我們也太不孝了吧 三節就準備那些東西 阿公就很久了 還沒投胎等我們吃這個嗎 不要打開笑 我認真啊 老爸以後我如果三節才給你 你坐在等我 我不是很不孝嗎 你看 就沒有辦法溝通 然後到最後我爸 你這要燒 就到最後我看到旁邊的人 可能不是我們這個習俗的 一邊丟也沒有燒 一邊丟也沒有燒 也在聊天 也在聊天 一堆都在燒 我就跟我家人講 你看他們也沒有講 那不是白燒了嗎 後來我就說 阿公 這些都燒給你的 都燒給你的 你們上去再轉帳 自己再分一下就好了 就這樣啊 就為什麼要那麼多 調調框框 解釋給我聽為什麼嘛 結果現在我當爸爸以後 發覺 還真的耶 有時候我爸那種回答方式 比較簡單 基本上都不需要解這些什麼 像聖誕節 很多 爸爸媽媽好辛苦啊 辦聖誕樓公公 然後我小朋友 有什麼願望 如果你今天沒有關 願望不會實現喔 然後寫寫放襪子 但你就睡覺 哇 爸媽還辦妝 取完禮物的 我做的反省好像不對 所以後來我就直接跟我女兒講 某某 你們班同學都在期待聖誕禮物對不對 嗯嗯嗯嗯 我跟你講 你今年不會有聖誕禮物 直接說了你知道嗎 然後女兒問我 問我 問我 後來我想到一好永遠的方法 爸爸跟你講 不是你不乖 也不是我們家沒有煙囚 也不是以前爸爸有跟你說過的 耶誕老公公是外國的土地公 他過來現在因為防疫 他可能沒辦法過來 爸爸已經懶得想各種理由了 爸爸現在直接告訴你 送禮物的都是爸媽送的 都是我們在送的 然後我就問他 如果你乖一年 去為難一個老公公 想辦法越過其他地方 跑到我們家 又不會被認為是小偷 然後你一年只能 可能會得到一次禮物 跟爸爸因為你表現好 送你很多次 一次很多次 選幾次很多次 好OK結束這會合 爸爸今天比較忙 那你要吃帶點冰淇淋嗎 好15塊解決這一切 你知道嗎 但是旁邊那一座人在旁邊 爸爸明天上課會不會來 怎麼去這樣 爸爸是真的嗎 他爸爸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後來到時候我就真的 看著他爸爸 我就心裡想著 你以後 就只要這麼要回答 小孩子以後就不會受傷 就不會有期待 只是他會感恩 感恩爸爸媽媽那麼辛苦 但是漸漸的我也發覺到 我已經越來越像我爸爸了 好無趣 好無聊 然後我很不喜歡這樣的自己 怎麼辦 在我們劇團在排列的時候 我只能夠持續的要求我自己 是他們排列的時候 我是要笑得最大聲的那個 不是因為我自己資格的笑點本來比較低 那是因為你不覺得嗎 笑是因為你真誠的笑 喉嚨才會掃瞎 這兩天我一掃瞎 旁邊就說 老師發聲會是要改 富士發聲 我知道 可你不覺得富士發聲很假嗎 如果說你朋友講個笑話 你笑我很好笑 你一直很正常 當時你是哇 真是太有趣了 是不是傷喉嚨啊 傷友誼啊 知道嗎 那我的劇團夥伴 他們每次希望我笑 結果我就是大人 笑我真的是放聲大笑 笑完每次排戲碗 喉嚨都掃瞎 因為我覺得他們會需要這樣的鼓勵 確實我也是笑點很低的人 而回到家累了 孩子說什麼 我也盡可能笑不渡大潮 這樣子直到最近工作越來越忙 然後被孩子之間又變越少了 小女兒爹爹現在快要兩歲了 話都不到會講 都會學他姐姐接後面的話而已 然後只是每天早上都很早就請過來 家長真不希望孩子早起 至少在自己還沒有起床之前 就一開門就爸爸爸爸爸爸 這個那個玩 我一早就在玩 然後我就說爸爸今天要上班 他最近就跟我說 不要上班 不要工作 我不知道他怎麼跟他解釋 我說爸爸也很想陪你 可是要去上班才能賺錢 然後他就說玩 好玩嗎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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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一直做就不一定好玩 爸爸會盡量在你面前表現開心 這樣你們才有可能想要長大 我不知道你這樣講聽懂聽不懂 不過爸爸會盡量笑出來的 然後講到最後我越轉越難過 結果他就拉著我說 逛逛逛逛逛 我孩子現在不是時候 爸爸要出門了 可是到時候真的不累 他牽著我的手了 我覺得就陪他逛逛 可是我不知道還有多少時間 可以陪他逛到什麼地方 他就牽著我說 他說逛逛逛這裡 我們家客廳還好也不大 他就牽著我的手 然後就 歡迎光臨 謝謝光臨 一個人扮演兩腳嗎 然後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麼 可是好像就有東西出現 兩個 三個 八個 他也敗家了 我們家客家人 但是那個時候感覺就是 那一刻他好幸福 但是又好不捨 因為我到這一圈 起碼會逛完 我不知道他跪位還有多少 可是到後面我一定還是跟他講 爸爸真的要去上班了 結果到最後 我說 可以結帳了 爸爸父親 我還在陪你逛好不好 好 然後 結帳要付錢 所以爸爸要去賺錢 我爸爸是針朵還假的 他竟然想一想 看著我 爸爸加油 GO!GO!GO! 到底是要多愛買東西了 馬上就成轉面 講完以後接下來 我就看門準備要走了 走之前讓回頭看一下 像我以前的大女兒 這個時候一定會一一不捨 結果小女兒很有趣 我以為他會勒眼婆娑地看著我 因為我已經勒眼婆娑了 在鬼頭看他竟然 再五個 八個 可你沒有人 你知道嗎 我覺得有點害怕 可是在他那想像力 許許如如如實生的世界裡面 我覺得 那應該是很有趣的吧 就跟我小時候看什麼都很有趣一樣 當我心情好的時候 看什麼都很有趣一樣 發覺他們會一直有趣下去的 我可能才是一個 盡量不要讓自己誤趣的人 而有的時候我也會在意 大家覺得我們段子好不好笑 大家留言是什麼樣 尤其是我大女兒 我在猜疑一定是我太太跟她講些什麼 她突然跑來跟我講 爸爸是怎樣 還好嗎 這麼快就許你媽媽了嗎 我無法跟她講 爸爸正在求生存 可是我還是 可是那陣子真的 心情會受到一些影響 自己是要不要繼續來做喜劇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說 不太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實話實說 我就說不太好 結果我女兒想一想 若有所思 她只要拍拍我說 沒事的 不像 因為我不知道我寶寶什麼事 知道哪學的 然後到最後她就說 有一句話她說 總會有人覺得好笑的 完全被集中 然後我就自己講 孩子的慢走 你剛剛看了什麼東西 YouTube看喬呼就好了 不要看爸爸的段子 然後她就這樣一打電話 爸爸我覺得很好笑啊 你真的很好笑啊 你真的很好笑啊 我說你都聽不懂 看到你就很好笑 這應該對一個喜劇員 是一個最高的一個評價了 然後我突然發現 至少有一個人會覺得好笑 會覺得有趣 不管她聽懂 聽不懂 然後最後她告訴我一句話 她說 爸爸 我覺得你很厲害 可是我比你更厲害 我說 什麼事 因為我覺得啊 我的爸爸比你的爸爸還要好笑 至少我還超越一個人 我爸爸 所以我希望我永遠永遠可以 讓自己一直維持在 看什麼都有趣的狀態 而我想告訴我的孩子 告訴大家 不管這世界發生多無趣的事 你永遠可以把他認為 那是有趣的事 就像 莫名其妙被阿桑愛里珍 被吃的豆腐 我也給他 當成段子 真實的段子 講給他 這段不用表明出處 因為是我自己講的 謝謝大家 我是豪爺謝謝 我是豪爺 如果你覺得生命是短暫的 如果你覺得人生好悶 你可以來看看 林北卡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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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按讚 訂閱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